吉安府 解学龙放下一封秘信 努力克制却没忍住 破口大骂道 焉贼可恶 幕僚李宗学忍不住问 府台为何动怒 解学龙把秘信递过去 解释说 千山睡间盘剥过度 有妖人创立秘密教 愚夫愚妇信之者众 秘密教已传到府州 府州之府写信来报 南风县恐有教众启示 赵汉还是离开废家太早 不晓得千山县出大事了 张普威 马廖阳两个妖道 在千山暗中创立秘密教 不断有师弟农民和店户加入 太监在千山县大肆收税 损失被转嫁给农民和工匠 导致秘密教信众突然激增 并且 已经出圈传到其他州县 甚至被及格弟子传播至府州 江义 周八在南风县传教 前不久距异于军风山下 丰山附近的农村 已被秘密教徒占领 二人正在联络的秋春 这秋春也是格妖道 占了云石虎一带的村镇 他们杀死地主 不给朝廷上交赋税 只差没有公然造反 情况跟赵汉那边差不多 辅台 妖人势大 不可小区 当立即剿灭 李宗学建议道 解学龙头疼无比 叹息道 平湘县 也闹出明乱了 平湘也乱了 李宗学震惊无比 解学龙说道 援州知府田有年 还算一个知兵的 未经朝廷许可 就在黄花桥设立营寨 派遣士族堵住吸出咽喉 田有年写信来 求我赶紧调兵镇压 若被乱民攻破黄花桥 今后想要清脚都困难 乱民随时可以逃去湖广 李宗学默然 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虽然把瑞京的暴明杀败 却有一只逃入大山 估计冬天就会重新出来闹市 走到半路 庐陵县又是大规模民乱 解学龙赶紧回住吉安 正准备谋划平乱呢 千山 南风又出现妖道谋反 平湘也传来农民启示的消息 哪里是真正的咽喉之地 是沟通干中和湖南的军事 商业要道 到处都出现民乱 该先搅哪一路 解学龙其实是个牛人 历史上 他手下没有正规军 却把江西义军拳脚了 而且 还不止以上这些 后来鄱阳湖周边也闹民乱 同样是解学龙出面平定的 可惜呀 遇到南明小朝廷 卷入无休职党征 罢官闲著 便卖家产 捐助军资 南京城破 投江殉国 解学龙耗费一年时间 在南昌慢慢修藤王阁 想要轻使刘明只是其中之一 更深层次的意图是 罗青世身关系网 否则他哪来的银子剿匪 老爷 外面有格左秀才求见 待他进来 一个穿着贵气的秀才 腰弦剑翘走入 长剑被收走了 他拱手作一 晚生左孝城 拜见石凡先生 左侍属于江西大族 解学龙不便怠慢 笑迎道 一表人才 果为栋梁 不愧是左氏弟子 左孝城开门见山道 晚生去了一趟皇家镇 如今被反贼改名叫五星镇 哦 快坐下说 解学龙顿时重视起来 左孝城端正坐下 说道 报名骗及半个庐陵县 杀害地主 强分田产 但各乡皆不足聚 跳梁小丑尔 为那宣化乡的赵岩 必须赶紧剿灭 否则定为心腹大患 解学龙问道 那赵岩有何奇异之处 左孝城解释说 相传此辽为秀才出身 他在宣化乡创立大同会 取天下大同之义 杀地主 君田地 士奴仆 青瑶妇 炼团勇 甚至改乡都置为镇村智 此辽虽为贼寇 却不取钱财为己用 抢来的土地 他捐给五星镇做工产 抢来的银钱 他捐给大同会做会产 君田地时 义公平不寻思 渔夫渔妇皆愿为其笑死 周边都图殿户 杀了地主之后 也自愿请他去分田地 而今 半个庐陵县的反贼 接奉所谓的赵先生为主 解学龙听完这番话 立即知道事情大条了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反贼 左孝成又拿出几张纸 这是大同会的会章和白毛女的画本 左孝成弄来的会章并不全 都是道听途说抄下来的 无非是陈茂生给农民宣传的那一套 解学龙连忙接过来查看 越看越是心惊肉跳 他叹息道 此人实乃乡也遗才 可惜不能为朝廷所用 左孝成又谏言道 出兵虚诉 而今 虽半个庐陵县的乱民 都奉纳赵先生为主 但赵贼实际只有五兜之地 其余乱民皆各行其事 并不听从赵贼的调遣 若再给赵贼半年时间 肯定能将周边反贼全部吞并 到时候 恐怕就得调用外省之兵 幕僚李宗学 此刻也把绘章和画本看完 他拱手附和道 府台 此贼冠会蛊惑人心 务必速速将其剿灭 无意做此想 解学龙身以为然 于是 江西巡抚放着平乡反贼不管 放着千山和南风妖道不理 开始谋划着如何剿灭赵汉 他没有立即出兵 而是联络卢陵县士绅 让士绅出钱出力招募襄勇 卢陵县士绅大喜 他们早就想募兵了 可惜朝廷不允许办团练 乡身募兵形同造反 必须借用官府的名义 而今 巡抚恩准他们招募襄勇 这些都属于家乡子弟兵 不怕打仗时被外来官兵洗劫 解学龙很快得到襄勇三千 之前的三万大军实在太烂 直接从正兵变成乡勇们的辅兵 操练粤鱼 乡勇们能列阵了 解学龙立即带兵出征 他不敢再继续练兵 因为赵汉发展太快 报兵速度估计也吓人得很 赵汉其实很头疼 农民暴动一个接一个 江西山多地少 家之官身无数 土地兼并的程度 在大明可谓数一数二 这里早就是个火药桶 他在五星镇启示成功 官府还迟迟不来镇压 立即引来周边村镇效仿 一个村启示 就能传染几个村 寻月间传染了半个庐陵县 离得近的村落 愿意请赵汉主持分田 愿意服从赵汉的统治 可那些离得远的 一边打着赵汉的招牌 一边对赵汉不理不睬 派去的正宫干部都被赶回来 忙活一番 赵汉的地盘扩张到十二个村 治下人口约七千八百人 不含孩童 其中有四个属于贫穷山村 编练子弟兵八百人 共计八个大队 有十七个读书人投校 但全是学童和童生 暂时还没招到秀才 会守 商旅全部断绝了 这几天一条商船都没有 除非把乱子平掉 否则咱们订的货 根本就运不过来 黄顺府前来汇报 赵汉点头说 不必着急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商船不是被官兵拦截的 而是下游那些暴民 在杀地主分田地之后 竟然还画着小船打劫商骨 赵汉订购的玉米和红薯 全被这些水匪给下回去 处理一番军政事务 突然又有人来报 正常 有葛姓左的秀才求见 秀才 赵汉大喜 快请他 我亲自迎接 赵汉快步跑出去 却见一个平寒秀才 正秀手站在门口等候 秋梁时节 此人还穿着单衣 脚踩一双稻草鞋 可是左秀才 赵汉笑道 我便是赵妍 快快请进 岛履相迎的把戏 让这秀才非常受用 他拱手道 左孝梁 自大善 拜见赵先生 赵汉拉着左孝梁往里走 说道 我这地方 同生不少 秀才也有 就是躲着不肯见我 左孝梁亦有所指道 我家若是地多 也不会来见先生 哈哈 让大善笑话了 赵汉不正面接话 左孝梁说道 不瞒先生 吴与足胸 已在五星镇观察多日 对先生的手段略有了解 你那足胸呢 赵汉问道 左孝梁回答 投奔巡抚去了 他家里的地多 赵汉摇头好笑 请礼之中 穿过回廊 左孝梁并不进屋 而是站在门口说 无限一侧 若先生能采纳 孝梁愿委屈迟 若先生不采纳 孝梁立即就走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说无妨 我就喜欢快言快语 赵汉觉得这人很有意思 左孝梁评价道 先生的宗旨 本事极好 无意苦求天下大同 可行事未免太过粗暴 不可为长久之计 你说不能直接杀地主分田 赵汉听明白了 左孝梁解释说 田肯定要分 但不必直接杀地主 地主里面 也有乐善好施的 并非全都是坏人 赵汉点头道 确实如此 你觉得该怎么做 左孝梁突然低声说 无关先生之大同会 颇能调动百姓 每到一地儿 先驻军队 再令百姓抗租抗袭 到地主无法承受之时 再由官府出面 低界赎买土地分给百姓 赵汉反问道 哪有任多钱买地 左孝梁拱手说 不必官府出钱赎买 只需重新给店户分配甜皮 让他们每年交些粮食给地主 算是分歧支付购地银子 店更十年八年 便把土地给买了 这个方法 说得直白一些 就是把针刀子架在地主脖子上 再用软刀子慢慢割肉放血 赵汉仔细思索一番 说道 可以试试看 效果不好再改正 但是 穷凶极恶的地主 必须杀之而后快 每到一个都 约几个村 至少杀一个最坏的地主 否则老百姓不会愿意跟我 左孝梁就怕一刀切 此刻突然笑起来 拱手作一道 愿为主公效劳 我可以试试看 来我试试看